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玩回Podcast Mongo 來到5月這個社群日 今天的社群日主角就是火子雞 就是這個第三代的原三家 以往的社群日一樣 在這三個小時有很多火子雞出現 有一個閃光版的火子雞出現 再加上如果你在研究後 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你可以進化成火焰雞的話 就可以學到這個特別的招式 這個火焰雞就是這個爆炸烈焰 將這個力臟雞進化成火焰雞 就是這個爆炸烈焰 現在已經捉了一隻 時間關系我已經用了精靈頭 它自動幫我捉了一隻 啊 閃光 閃光 出來了 啊 我的鴨魯 啊 見到它了 先打個位置 好啦 除了很避免的給我 先打個位置 先打個位置 Yeah Great 我這樣丟給我 好 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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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來這個公園 其實都蠻漂亮 小小的 又沒什麼人 有多久 對 1 剛剛連續兩隻 兩隻閃光 現在快去捉上它 好 避免我們這次 行波羅 剛剛連續那隻 第二隻又閃光 現在已經是 哎呦 已經是第四隻了 噢 丟了 Yeah 剛才剛剛那裡見到很多 整個地 都是 啊 哎呦 飄走了 先去那邊 先去那邊 很多雞 很多雞 這麼多隻雞 裡面我終於找到一隻閃光 最後一隻閃光 現在是59分 5點59分 快去捉上去 最後一隻閃光 搞定 耶 耶 總共只有五隻 只有五隻閃光 好了 我們轉台就可以進來 這個 火焰街 又拿到 爆炸念 好 就現在馬上試試 進化一下 是不是 真的有了 因為經過上次 這個 寶貝龍事件 有些人是進化完 之後就沒有 招 限定招逆 那就 看看這次 這裡都GPS穩定 在GPS穩定的地方 應該就可以拿到 那招 限定招 好 現在馬上進化了 對了 現在開了 出了這麼久 現在才開 還要一開開 閃光 是 立刻啟一下 對了 有招爆炸念 立刻啟了 Hello Hello 我們回到這裡 因為剛才原來是有筆的問題 所以這個火焰雞是拿不到火焰鐵的技能 現在那幾個小時 聽聞的筆已經結束了 現在再試試用這個券 看看能不能拿到火焰鐵的技能 好 看看火焰雞 我已經開了第二招 所以不會影響爆炸念 那招 我試試用多次 用多次這個 特殊招式發集器 看看能不能拿到火焰鐵 好 好 我已經過熱了 來多一張 好 好 又是不行了 來多一張 好 好 火焰鐵了 又有火焰鐵了 終於燒光了 那些卷就燒了火焰鐵出來 其實它相對現在變成 用來打道館戰的時候 變成三格的招 威力只不過是45 好像不算很厲害 但是這個PVP的話 就是這個 變成了55 兩格的招 但是相比這個爆炸念 其實也是沒有那麼厲害 那 好啦 接下來我還要用這隻火焰雞去試試 打這個PVP的兩招 不同的輸出 那我先換上這個小招 這個雙倍鳳環 因為它是比較 它的EPS 它的能量 每打一下 的能量 是會比火焰漩渦多 所以已經換了這個小招 做這個雙倍鳳環 這個斗系的雙倍鳳環 那根據這個PVP的網頁 大家都可以儲兩條巴彈 一個40一個50 那應該是這個火焰鐵 會儲得快些 那我們一試之下 的確是火焰鐵 會儲得快些 那我看看這兩個PVP 給大家做參考 那大家大約同一時間開始 那都是我自己按的 應該有一點點不差 不過大約都差不多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這個火焰鐵 儲得快過這個爆炸念念 因為都有一段距離 那但是這個傷害量 那當然在這個爆炸念念念 就比較多了 那一刻已經一下子 就已經扣到這個多角水母 已經得到這個紅血了 而很快它也可以出到 第二招的爆炸念念念 那每樣都可以出到第二招 火焰鐵都可以出到第二招 但是出了兩次的火焰鐵 都還未可以KO到這個多角水母 而兩招這個爆炸念念念念 就已經可以搞定這個多角水母 那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究竟哪一招是適合你去做這個PVP的輸出 PVP的玩法就是比較分秒必陣 那大家都要爭取那半秒 半秒 0.01秒的時間 就是為了出到那一招 那因為這個火焰鐵可能做得快些 出到 出到招可能用來拆到別人的火焰網 可能都會有些用 那它很快就可以儲到氣去出到招 而這個爆炸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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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我是Derek 拜拜 辛苦你